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对于我们的风险管理 它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这个我们要跟大家来沟通 当然后面来讲你会发现酒气和头都是不够的 但是那是后面的事 你比方说你后面更深入的这一个研究阶段 你可以这么做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 那我们还是要把这些问题来搞清楚 那我们首先我们讨论第二章 明镜债券和复镜债券 那么首先讨论第一个 到期收益力 就是我们在学债券之前的话 我们对收益力的话 你可能没有一个系统的了解 你可能笼统地说收益力这个概念 可是呢你注意到 债券本身 我们说收益力 你如果学了债券 你讲说收益力这个词 这是不紧确的 你不能笼统地说这个收益力 那么你要说是什么呢 是什么样的收益力 那我们这里最重要的一个收益力 到期收益力 但除了到期收益力 还有其他的收益力 一句话 研究债券的同志 特别是我们学金融学 金融工程的这些学生 那你不能说外行话 你不能胡子头发一把家 笼统地收益力 这个是不对的 收益力这个 那你一定要具体到 是什么收益力 那我们首先来看 到期收益力 那么宁息债券 或他的这个薄鲤 第二个 到期收益力 那么债券的相当收益力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等价收益力 那么连有效的收益力 那么还有 到第一回购日的收益力 你看一看 我们这个地方来讲 这就涉及到了 几个方面的收益力 对吧 首先我们来看刀期收益力 刀期收益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刀期收益力我们看一下 这个公式大家应该听得明白 大家如果你学过这个公式金融的话 那么这个公式的话 大家应该看得懂 那么大家应该看得懂 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什么意思呢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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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 外的 T字方 T等于 到N 加上一个 MN 一加 外挂 和N字方 这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债券的 这个定价公式 这是最最简单的定价公式 那么这个最简单的定价公式呢 有两部分构成的 这一部分是什么 这一部分的话 它是这一个 这一部分的话 它是这一个票息的 铁线以后的 这个是它的面值的铁线以后的 那么这是最后 到第N期的话 我把它铁线回来 这个是 一加外挂 或者T7 T等于一到N 再把它铁线回来 那么这个有N次 那么最后一次是把本金收回来 没错吧 那么这是我们是债券的这样一个定价公式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看一下 它说这是个铁锡债券 那么铁锡债券的话 这个是什么呢 铁锡债券的话 你看一下 铁锡债券的话 是有一个 有一个确定的一个售值 然后下面的话 是一个N 我们把它叫做铁锡债券 好 但是我如果把这个式子再改学一下 你会发现 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我把这个式子改学一下 比方说 平的话 对不对 平的话 等于我们这个地方是 一个 C1加上Y 再加上C2 你加上Y 往后的平方 再加上CN 你加上Y 往后的N次方 再加上一个后面的这一个MN 你加上Y 往后的N次方 就是说 前面的求和公司我把它展开 展开的话这个大家很容易看到 但是我想说明什么问题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地方 我想说的问题就是说 本来的话前面是一个求和公司 我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后的面子 但是它下面接着说 面子是一个灵犀再串 我现在问大家的问题是 我把它叫做灵犀再串 我这个判断错了没有 有的同学摇头 我说这就是个灵犀再串 错了没有 没有错 这也是个灵犀再串 也没有错 那就说 这样来讲的话 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 本来是一个再串 就是把前面的这个票席 把它拿来贴线 这有N次 在家后面的本金拿来贴线 这就构成一个债券的 一个贴线的一个公司 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 我把每一笔贴线的 我都把它抖地的拿出来 那我说 每一个就是一个灵犀再串 就是说我把它的票席 当作是一个 当作是一个什么呢 把票席当作是一个 某一个特定的MN 这没错吧 好 那这样来讲的话 这个意义大大的拓展了 所以 有一位这一个美国的 固定收益政权的专家 发布起说 他说 债券不是债券 这是他的原话 说债券不是债券 债券是什么呢 债券是一系列的 一系列灵犀工具的 怎么样啊 一系列灵犀工具的激活 的激活 什么意思 把一系列的灵犀工具拿来把它激活 当然 那就是满洲某个特定 这个现金流 特征的 我们把它叫债券 那么 他把债券的这个定义来讲 跟我们这里的这个 我们原来想到 我们原来的想法 怎么样 不一样 所以 一定要记住他说的这句话 就说 债券不是债券 是满洲某个特定现金流的 一系列灵犀工具的激活 他说 这是债券的定义 那换句话说 这样来讲的话 他把 在 他把这个固定收益的工具的 这个 这个范围 他把它拓展了 那就不止你是一个债券 对不对 什么叫债券呢 只是满洲某种 这个现金流的特征的一个工具 是债券 那满洲不满洲这个现金流的 可能是另外一个工具 但是那没关系 但是呢 我定义就是说 这个灵犀债券 我可以通过他的定义来 通过他的不同的走活 来得到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工具 所以这一点讲的话 大家一定要明白 好 这个地方的Y 我们看一下 那么一般的金融工具 有以下的联收益 比方说 在时间点 承诺的联收益 第一年2000 第二年2000 第三年2500 第四年4000 假定他的价格是7704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价格我可以知道 那么每年的现金流我知道 那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知道到期收益率 但是我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司来 那么 当然这个地方是告诉你了 这个到期收益率是12% 就是说满足这个等式成立的这个Y 它等于12% 但是我最开始我是找不出来的 最开始这个式子是什么呢 下面应该是一加Y 一加Y的平方 一加Y的三次方 一加Y的四次方 那么这个Y我是不知道的 那么就是说满足这样的一个式子的话 满足这样的一个等式 它那个Y结出来是多少 但最后我们把那个Y结出来是多少 最后我们看到 把那个Y结出来的话 它应该等于正好12% 那么这个12% 我们把它叫到期收益率 那么到期收益率在所有的收益率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益率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这个式子我想不陌生 你学过公司理财 这个都应该都知道 那么到期收益率 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假设呢 第一 持有到赏还期 你肯定吗 我持有到赏还期 第二个 无违约的风险 第三个 再投资收益率等于到期收益率本身 第四个 无回购 那么 第一个大家很好理解了 持有到赏还期 我赏还期的话 持有到赏还期的话 当然了 如果你中投的话 如果是把手回了 那铃铛别了 那我这个地方是持有到赏还期 但是大家注意到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在投资债权的时候 很少持有到赏还期 是这样的吧 比如说有的赏还期是几十年 对不对 那么你做一个 债权走活的一个基金经理的话 你会不断的来买卖他的 不断的来谋起差价 那么他不一定说 他都会持有到期 但也会持有到期的 但是这个不一定的 第二个无违约的风险 就是没有违约 如果你债权违约的话 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无违约风险 第三个 债投资收益率 等于到期收益率本身 这两个相等 但这两个不等的话 你会散出来的话 你发现这个不一样的 那么这两个是 这两个是怎么样 债投资收益率等于到期收益率本身 再一个没回购 无回购的 如果有回购 中间就说我把它回购回来了 那这个会改变 那就是你 中止了这样的一个持续期 好 那我们看一看 到期收益率是什么呢 是价格指标 而不是投资指导的指标 它是一个价格指标 通过它 我们删除它的一个标价来 那么为什么IRR可以判断项目的投资 而到期收益率不是指导投资的好指标呢 那么这是IRR是什么 内部收益率 内部收益率可以判断一个项目投资的 这个质量的好坏 这个质量值不值得去干 比方说我打一个简单比方 如果一个项目的话 你投资的话 如果内部收益率是一个6% 那么按照你们的 我问你们 如果一个项目的内部收益率是6% 你们说按照你们现在的 你们学到现在的一个感觉 我问你们 做深入的调查研究 就是你从一个一般的感受来讲 如果你的内部收益率是6% 你觉得这个项目值不值得了 那不一定吧 为什么呢 那首先我问 我找银行借款是多少 对不对 如果银行借款的这个利息6%左右 你内部收益率6% 那不值得了 那起码要8% 对吧 你情况是8%以上 你这个项目才值得了 如果你按照银行借的判断 你肯定要比这个大 你才值得了 对不对 那是一个投资项目 我我们很多项目 我们都要算它的IRR 对不对 那么但是到期收益率 不是指导投资的好指标 就告诉大家 那么到期收益率不是指导投资的好指标 表面利率和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对吧 这两者也是不一样的 上面我们看一看 债券相当的收益率 或者说债券的等价的收益率 那么债券相当收益率就是 债券的价格最普遍的表述方式 那么债券的相当收益率就是等价的收益率 那么这个等价收益率等于多少呢 其他的跟我们前面都是一样 我们这里只有一个改变 这个地方是二十多万 对吧 这个地方是二十多万 那么他说的这个等价的收益率 那么这个地方N是指债券利息率支付的赤售 对吧 但是一般来说的话 这个比方说像美国的债券 是 或者讲英语国家的债券 普通来讲的话 是一年支付两次 但是欧洲债券不一样 欧洲债券跟讲英语国家的债券不一样 当然欧洲的债券只有英国的债券 跟美国是相当的 它还是遵从讲英语国家的惯例 但是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 那有的是一年付一次 对不对 这个跟美国的是不一样的 美国是半年付一次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看得到的 那么 联有效收益率呢 联有效收益率就是把它一加二分之外挂 或者平方减去一 那么 每年有效的收益率是指 考虑到各种福利情况下 债券一年内的收益率 就是考虑到了福利 那么福利这个不陌生对不对 福利这个不陌生 那么福利的话是我们在学着一个公司金融的前面 我们首先会讲福利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假说是零息债券 两年以后到期 F等于一千 P等于五十 那么债券相当于的 相当的收益率是多少呢 那么它是八百五十块钱 这个P等于八百五十块钱 这个是一千 一加上二分之外挂号的四处方 又是两年 每年复息两次 那么因此得到二分之外等于四点一四五 外借出来等于八点二五 百分之八点二五 那么这就是我们删出来的 这一个债券相当的 它的一个到期收益率 那么这个是百分之八点二五 这个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它看得出来 那么债券年有效收益率呢 债券年有效收益率的话 一加上四点一四五 瓜瓜的平方减去一 等于百分之八点四六 这是年有效的收益率 那么年有效的收益率里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差别 有点差别是什么呢 有点差别就是说 我不是简单的把四点一四五乘以二 大家注意到 这个地方有什么 这个地方有一个债投资的问题了 有债投资的问题 你一上的话实际上这个就比它大 就像我上次课我给大家强调的 比如说春节以前发的国债 它的票面利息是6.15% 但是春节前的五年期的国债 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是每年付一次 那么同样是6.15%的话 它是每年付一次 那这样你可以把这个 一年的话 你比如说你十万块钱的话 对不对 十万块钱的话 一年有六千一百五十块钱 这个六千一百五十块钱 第一年末给你之后 你可以拿来再投资对吧 这没问题吧 那么你选你最后的话 你最后五年以后的话 五年以后一次复兴 这个不一样的 换句话说 春节前的这个国债 比我现在买的要划来 是这样的吧 因为我可以再投资嘛 因为人们都是希望 就好比是说你是拿工资的话 你怎么样 我如果说半年给一次工资 那我们肯定会觉得有点麻烦 或者一年给我一次工资 那个大家更麻烦 我说每个月给你 每个月给你 当然是要开销 但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有 投资的支配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 比方说债权的年收益率的话 它删出来是八点四六 它不是四点一四五乘以二 那么年收益率的话 这个当中有一个 有一个怎么 有一个半年来了之后 我把那一个 我把这一个利息拿来 我再投资的收益 含在这个内面 所以我就不是简单的乘以二 这是第一个大家明白的 第二个 按月福利情况下的 这个 到期收益率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等于四点四六 这是按月福利的YM等于八点一四六 对吧 这是八点一四九 这是按月福利情况下的到期收益率 那么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的情况就是说 到第一回购日的收益率 假如说二十年的债券 票面利率是百分之十 五年以后 谁是可以按面值回购 如果五年后到期收益率低于百分之十 那么债券的价值会超过面值 因此可能被回购 那么这是说到第一个回购日的收益率 那么债券是在很多情况下可能被回购的 那么这个回购的话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有时候在发行债券的时候 我负有你这样的权利 你有回购的这个机会 我给你回购的机会 对不对 但是呢有时候的话呢就是说 很多情况下都有各种各样的条款 这些条款来讲的话 可能是这里投资人有利的 可能是这里投资人不利的 对吧 包括还有其他的这个基金也是一样 对吧基金的话 如果最近大家看一看这一个财经网站 你会发现我们国内的基金业 目前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最流的一个最流的一个流伦怎么样 谁啊 王亚伟辞职了 王亚伟辞职了 那么王亚伟辞职了 那么王亚伟的话 他在六年之内 把别人的一块钱变到了十一块钱 六年以内 六年之内 你六年前给他一块钱 六年以后他给你是十一块钱 那么他是最流的 那么你可以算回来 大概一年的话将近百分之六十左右 你可以算一下 你可以算得出来的 就是他的 他的这一个按照福利的话 一年可以达到百分之六十 那么在六年之内的话 这个百分之六十的话 在中国基金业来讲的话 这是创的记录的 没有谁有这个本领 但是你注意到 他这个基金有一个特点 你第一次买了你就买了 你后面买不进了 你只可以退出 你要买买不到 你只可以退出 你买不到 他的基金的规模只有六亿分 他把六亿分的话 这个规模很小 对吧 在即使是现在来讲也是比较小的 但是他把六亿分的话 做到了从一块钱 做到了十一块钱 那么达到了每年将近百分之六十左右吧 应该是 我这具体可以大就可以上 那么百分之六十左右 每年的福利百分之六十左右 那么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么当然他现在是不干了 不干了是前提是他去年就是说 去年他同样也亏了 那么那么亏的还比较多 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这个基金来讲 从开始来讲的话 就不让你买进 除了你第一天买进以外 后面的话你都没法买 因为他不申购 那么你只会怎么样 你就可以退出 那么这就是附带的一些限制性的条款 所以不管是基金也好 或者是发行债券也好 那么他都有这样类似的条款 比如说我让你来收回的条款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 可以回购的条款 对不对 好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样的条款 那么这个条款的话 假如说我们把这个售字带进来的话 到第一回购日的收益的话 等于4.86 按照上面的售字我们带进来 我们可以把它计算出来 那么这个条款的话 就得到这样的一个 那么当第一回购日的 当第一回购日的收益率小于到期收益率的时候 该指标可以成为未来收益率的更为保守的估计 如果第一回购日的收益率 要小于到期收益率的话 这个指标可以成为未来收益率的更为保守的估计 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第一回购日的收益率比到期收益率要小 当然 那你的这个指标可以当作未来收益率的一个更保守的 因为它比这一个到期收益率低啊 当然是个更保守的估计 对吧 这是我们讲的这一个 那么下面我们再讨论一个 持有收益率与总收益分析 持有的收益率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 持有的收益率是啥 持有收益率是债券 持有期间的收益率 它的大小取决于债券资本利得 或债投资的收益 一个债券持有期间的收益率 我把它整个持有期间的话 那么它大小取决于什么呢 债券的资本利得 资本利得就是说 我是折价卖给你 它是这一个一家卖给你 这一个资本利得 如果我折价卖给你 是一个真的资本利得 我这个一家卖给你的话 那是个负的 那么和它的债投资收益率 但是就说我拿着这样的一个 我拿着这样的一个利息率 我拿来再投资 那么这是持有收益 但是持有收益 跟这个盗期收益 的差别在哪里啊 那你们说 持有收益跟盗期收益 哪一个厂啊 除非你持有盗期 对不对 否则我的持有期的话 是小于盗期的吧 对吧 我中间我持有的什么时候 我都我都算是持有了 但是我只有持有盗期来讲的话 那才盗期了 对不对 比如说中国买美国的国债 买美国的国债的话 那美国的国债 我可以从一年的话 到半个月到一年 到两年三年五年七年 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 最远的还有三十年 那这样来讲的话 那三十年不见得说 我我一直持有到这个三十年呢 我可能中间把它卖掉了 或者我某些差价 或者我来挑换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一句话 持有持有收益的话 我这个曲线来讲的话 我可能比到期收益要胆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研究 再创收益的来源 这一点对我们学 再创或者学金融工程的同学 一定要非常的关注这个东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大概是 我十几年以前 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背课 我专门找着一个 他们这一些 投资者方面的一些 一些名人的看法 其中 我找到了谁呢 找到了 我说这个人大家知道了 李嘉诚大家知道的 李嘉诚他讲 他在投资的体会 但他还写了书 对吧 但是后来写了书 但是原来没有书啊 他是讲这个体会 他讲那个什么体会 他说 他讲 投资 是要有时间的 这句话 我开始并不是说 我能够理会这句话 后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投资是要有时间的 就是说 你要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收益的话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长度 没有那个长度的话 怎么样啊 那你 那你取费就是说 一年百分之一百的回报 但是这是不可忍的 对不对 这是我们想象的 对不对 就像王雅伟 他只能搞六年 百分之六十的回报 那么美国来讲的话 美国的投资专家 搞得百分之二十的回报 最长的就是巴菲特 巴菲特就是百分之二十多一点 对不对 那么他但是他足够的长 他几十年余一日 当然可以了 那么美国还有一个专家 叫做彼得领取 对不对 他可以搞得百分之二十几 但是呢 他只搞到了十几年 那他就怎么样啊 他就这个就不搞了 他最后就怎么样了 因为他怕 他怕把他这个记录破了 就是后面搞亏了 搞了十几年 他都是以百分之二十几的回报 一直连续到十几年 那当然 所有他的投资者都赚了钱了 但是他后面十几年以后 他就不搞了 所以他不搞了 他不做这件事情 他是非常年轻的 但是不到五十岁 他就不搞了 这怎么样啊 用中国人的话来讲 这叫做什么 要 要保晚节 对不对 大约是这个意思 就是怕破坏了他的这个业绩 对不对 他不是讲其他 就是破坏了这个 他怕破坏了这个业绩 这是这是 这是彼得灵奇 但巴菲特的话 现在 他一直 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但是要有足够的时间 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 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那么李嘉诚我想的话 一定是他切身的体会 这点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经常想起来 他们讲一个笑话 就是说 汉政街的第一代富翁 百万富翁 可能十个里面有九个都完蛋了 十个里面有九个 那么汉政街我就改革开放 有汉政街到现在我想三十年吧 那么三十年是个足够长的时间 如果假如说你在汉政街搞五年以后 变成一百万 我还让你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你如果有百分之十的福利 你把一百万到现在那不得了啊 但是呢 汉政街那里面 在二十五年以前 有十个百万富翁的话 有九个都完蛋了 这一个可能生成下来了 可能这百分之十生成下来了 那么那九个怎么完蛋了呢 那第一就是就是没有耐心啊 然后就是说这个一百万 那个时候是不得了的了 那就吃了喝了玩了 对不对 还有吸头的呢 那一下就完了 对不对 你都不知道怎么是好 对不对 当然了 前提是没有压力 对吧 如果有压力 比如说像我们要讲课 要写文章 对不对 那这有的事得搞 对不对 你不会拿着那个钱去 在这个地方去 因为你有一个事 你有压力 对不对 这可能一旦没压力 这个人就怎么样了 突然之间就 没压力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 所以说 我相信的话就是说 没有足够的时间长度 就是说时间不够 你的投资的话 那么这一点我们是要 我们分析这个债券收益的来源 是要告诉你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对于一个债券投资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整个的收益的构成 那么收益的构成的话 时间越长 你会发现这个收益的构成来讲的话 这个就变化就越大 对不对 那么这个来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很多问题 就像比方说 我们 我们 比如说同学们的话 你如果 毕业了以后 对吧 你可能会结婚 结婚的话 你会买房子 对不对 你会买房子 那么买房子的话 你最后会散 比方说 你贷款一个五十万 贷款二十年 你可以计算一下 这个 最终你的本息还的究竟是多少 你会发现 利息占你这个整个还款的比重 当中的比重 大概是多少 你可以大致上算一算 如果你是二十五年左右 按照现有的这个利息率的话 大致上你的利息要跟你的本金相当 大致上 一共按现在的利息率来上的话 大概二十五年 那么 你家说你借款五十万的话 最终你的本息要还 加起来的话 可能有一百万 对不对 但你不能说我这个 我这个划不来 划不来的话 那里 那里五十万的话 那里五十万你现在买的话 就是说 我可以让你十万块钱把房子聚进来 那这也有好趣了 对不对 你就充分享受金融的这样的一个好趣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下面来看 从我们这一个理论上来讲 是怎么分析这件事的 那么它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很大的观点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分析债券的收益来源 那么我们叫做总收益 那么首先来讲的话 利用联金等事 那么决定利息收益的未来收入 这是年金等事 确定利息收益的未来收益 这个是年金的等事 对不对 那么谁是一个利息支付 半年的 恩的话是赏还期 或者出售债券时的利息支付的赤售 半年基础上的债投机的收益 那么这个是利息收益的未来收益 那我们把这个 这是一个市 再往后面来看 其中的一部分 比方说是全部利息为NC 那么每次我支付一个C的票息 我支付N次 那么把它扣掉 那么最后我们计算的是 他把他他把这个叫资本利得 对不对 那么还有的教科书上资本利得 不是把这个 把不是把这个叫资本利得 是指的 比方说是我 我折价发行给你 比方说 一千块钱的票面利息 我九百块钱给你 那一百块钱是你的资本利得 但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他是用这个说法来说 这个说法来讲的话 他说最后第三个资本利得的话 是PN减去一个P0 那么这个资本利得 所以说利息的利息为多少呢 利息的利息就是说 第一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是总的票息加上票息的利息的利息 听懂了没有 所以第一左边的这一项 大家看得懂 是票息加上票息产生的利息 听懂了吗 我把这一个票息加上票息产生的利息 用这个式子 我再减去你的票息 那得到的是票息产生的利息 对不对 他把这个叫做计算的资本利得 对不对 这个叫做资本的利得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分解这个债券的收益 比方说投资一千七年期的 票面利息是9% 半年复息 面值交易 那么以至到期收益 百分之9 半年百分之4.5% 如果这一个收益率 确定无疑的话 那么在到期日 那么累积的收益是多少呢 在票息日 累积的收益是一千八百五十二 那么收益就是等于八百五十二 一千八百五十二 减去这一个一千 那么这是一个到期收益率百分之9 半年百分之4.5% 如果这个收益率确定无疑的话 那么在到期的时候 累积的收入就是一千八百五十二 那么看一下 这就是你的一个连本带息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事故 但如果你把你的本金一千扣掉 那么你得到的是一个八百五十二的一个利息 好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联系是多少呢 这个联系是百分之九 全面利息是百分之九 那么百分之九的话 当然了 对于一般人来说的话 这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如果你找房地产 如果你买一个房子 买一个房子 你借款的这个利息达到百分之九的话 那这个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大家注意到 为什么现在我们现在这个调控了房价 调控了这么多年 一直还在不断的涨 但是呢最近的两年 这个房价涨的比较缓慢 可能可以说缓慢的下跌 到一些高价的地区来讲的话 跌的已经非常厉害了 跌的有多厉害呢 那跌的很多地方也比较厉害了 你比方说北京通州 现在的房价某些房价 只是最高的时候的这个百分之四十 或者到百分之五十 北京通州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上海的一些高价楼盘 还有这个深圳的这些高价楼盘 我相信这个都跌的比较厉害 那么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跌的比较厉害呢 原因是由于第一我限购了 第二你买第二套房的话怎么样啊 你的这个利息率怎么样啊 在原来的基础上我们就上浮了 是这样的吗 那么利息率一上浮的话 那你付的成本更高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在那个结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民间利息的起步是百分之十二 高利贷百分之十二以上 那么有的地方甚至更高 对吧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一年的 那么你想想 如果像这样的话 你假设如果百分之三十的话 你付业七年的话 你删一下 你把这个改成 1.15瓜好的十四次方 乘一个一千 你一删的话 你就会发现得不得了 所以说 我们上次的副总理啊 王岐山副总理不是讲的吗 民间的借贷要引导 但是不能搞成一个李大国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这是他表的态 第二个表的态 第二个表的态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人代会的这一个总理达记者问 其中有一个集资犯了死罪 拿着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去核军的 知道吧 叫什么 叫无音对吧 但 最后是没有核军对不对 最后是没有核军 就是至少不会立即执行 那充其量来就是死缓 或者武器脱行 对不对 为什么要深重地看待这个事呢 因为这件事非常复杂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恐怕还有 但首先他犯罪是毫无疑问的 问题是这个罪自不自使 对不对 那当然要讨论 当然这个当中有这一个什么 你的政策法规这个条款 你可能界定的不明确 或者他占了这个法律的控制 据此来 一句话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所以这个来讲 为什么要深重地这一段的原因 就是这个地方 对吧 好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口把它散了出来 好 那么同样来讲的话 利息加上 利息的利息 等于 八百五十二 我付了十四次 最后得到二百二十二 那么资本利得等于多少呢 资本利得 那么资本利得的话 那么这个资本利得的话 那就是说是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还是折价跟余价的问题 对吧 由于我是这一个平价卖的 那可能就没有 不成这个问题了 不成这个资本利得了 好 那么可以看到 利息的利息 占总收益的多少呢 利息的利息 占总收益的 百分之二十六 那我们这个把它叫做是 再投资得到的回报 那么相当于是什么 这个利息的利息占总收益的 百分之二十六 但是你设想一下 我们这一个是才多少年呢 我们这个是才七年 对不对 如果假如说你是二十年的话 你会发现 利息的利息这个比重 会非常高 那么利滚利的这个比重 会非常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投资的这个过程当中 要高度的重视 再投资的收益 这一点来讲的话 大家一定要知道 对不对 所以你学金融的话 你就会发现 回过头来讲 为什么李嘉诚说了一句话呢 李嘉诚说 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 他讲了 你具备聪明的才智 你有好的感觉 你有好的 受到良好的教育 或者这些句子类的话 其中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是什么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要有足够的时间 有时间足够的长 你才能够让你感觉到怎么样啊 让你感觉到就是说这个投资的话 才会给你一个 就是你才会到一个更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更多的财富吧 积累到一个更多的财富 对吧 就像李嘉诚的话 那就是对不对 但他那种级别来讲的话 那他也是经过很多年的这个积累 那么同时的话 我每年保持一个百分之多少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前天看到这个李嘉诚 写李嘉诚的一篇文章 写什么呢 说 还是要李嘉诚来收摊子 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李嘉诚曾经想放手让他的手下 或者是他儿子来投资 那么放手来他投资之后发现呢 书记上这个要付出一些代价 这个项目可能回报比较缓慢 甚至于可能是有负的回报 那么这个媒体上说了个什么意思 李嘉诚付了两倍的代价 他才把这件事情搞平 就是讲这个意思 为什么呢 说明一个成功的投资者来讲的话 从长期来讲的话 是比较难的 第二个 大家非常熟悉的 巴菲特 巴菲特经常找接班人 对吧 是这样的吧 经常找接班人 我现在问大家 巴菲特的接班人找到了没有 找到了没有 至少从他宣布来讲 还没有找到接班人 对不对 他没有找到接班人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就是说 他不放心这一个接班人做的 他可能就是说 他能够每人百分之二十 但是呢 他交给另外一个人做的话 可能不一定要百分之二十 所以他不放心 所以他说他还在找 原因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把它分解一下就会看得到 时间足够长的话 那么这个 那么同样收益分解 我们看一下 折价的债券 7年是20年 票期是7% 半年支付 那么 它的价格是816 那我的面子是1000 到期收益是9% 那么这个跟原来不一样是什么呢 我卖给你的话是816 那么这个当中由于是折价 折价有资本利得了 折价是什么 我浪利率 我本来是1000块钱的这个票面价值 但是我给你 我只要816块钱给你 那么到期收益率是9% 所以一致的话 到期收益率9%的话 每半年得到一个4.5% 那么如果这个收益率是肯定的话 那么在到期累计的收益将是多少呢 816乘以1.045块钱的四十方 等于4746 那么总收益的话等于多少呢 4746减去个816等于3930 那么我如果说是20年的话 20年以这么样的一个 以这么样的一个票面利息9% 到期收益率7% 到期收益9%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票面利息和到期收益这两个 在我们这个计算公司那里起的作用 是不一样的 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啊 大家注意到 票面利息是告诉你 20年的话 票面价值1000块钱 我每半年支付你是多少钱 听懂了没有 这个是拿来干这个事的 那么9%呢 9%的话 是一个到期收益率 是计算那里面的那一个Y 对不对 那么我把我在这一个回报 加上你的这个价格 中间满足什么样的Y 这个等于才成立 对不对 这个Y是到期收益率 那么这个到期收益率的话 是带到那个那里面是解决 解决这样一个计算的 那么到期收益率是9% 那么跟我们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票面利息是7% 那也不一样的 票面利息是解决 我每次票息支付是多少 7%我告诉你 那么1000块钱的话 我每半年支付你 这一个多少钱呢 是35块钱 对不对 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你9%的话 是放在这个地方 每半年的话 你是1加上 1加上 1加上0.045 括号的40次方 那么你的这个9% 是把那一个9%的一半 每半年支付是拿到这个地方来 继续福利用的 听懂了没有啊 好那这样来讲的话 得到4746 那么这个地方总收益的话 4746-816等于3930 好 这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看 利息加上 利息的利息 我们通过这个数字来算 得到3746 那么 第二个 利息的利息 等于多少呢 那么 利息加上利息的利息 这是两部分构成的 把利息 就是票须支付的 再加上它所产生的利息 等于3746 那么利息的利息呢 我要扣掉这一个 40次 每次35块钱 我得到2346 那么资本利得等于多少呢 资本利得等于1000块钱 再扣一个816 我得到184 这个184 相当于是什么呢 卖债券 卖债券的时候 给你买债券的一个优惠 没错吧 卖债券 我本来是1000块钱 卖给你的 但是呢 我现在为了给你优惠 那我得价卖给你 我只卖816 那么你可以得到一个184 我们把这个叫做一个资本的利得 好 这样来讲 我们可以算得到 总利息等于1400 利息的利息等于2346 资本的利得等于184 那么总和来讲的话 等于3930 那么总利息是总票息 对吧 大家注意到 把40乘以35 我得到的总票息是这么多 那么利息的利息的话 等于2346 利息的利息是2346 那么资本利得的话等于184 对不对 总和来讲的话等于3930 好 这给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那么你学金融学 学金融工程的同学 你在做投资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考虑 第一 当然你要考虑风险 第二你要考虑收益 如果从长期来讲的话 收益哪怕差一个百分点 从长期来讲的话 这个大小是金能的 如果说你现在开始投资 比方说你现在二十岁 大家比方说 你投资了六十岁 你有四十年的时间 四十年的时间的话 你比方说 你一个百分之六 一个百分之七 那你会三一下 如果你是一笔钱的话 一个百分之六 一个百分之七 哪怕是相差一个百分点 但是你如果四十年的时间的话 这个相差的比例就非常的 这个相差的非常大 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所以你在做投资的时候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的话 如果你是个基金管理者 对于基金管理者的话 你一定要非常清楚的一个特点 是什么呢 如果你的基金走够大的时候 对不对 那么你的利息 你别说是一个百分之一 你就是一个一百个基点 对不对 或者五十个基点 或者是十个基点的变化 对你的这一个总的价值的变化 也会是相当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量非常大 你比方说 像欧洲的这个 这个福通管理公司 比如说福通管理公司 福通基金管理公司 它最多的时候有几千个亿的欧元 几千个亿的欧元 假设你是一半是股票 一半是债券 我假设做这一个基本的估计的话 那么 假设一千亿欧元的这一个债券的话 那么相当于是一万亿人民币的 这样的一个市值的债券 那你要是二十个基点的变化 二十五个基点的变化 那对它总市值的波动会非常大 所以你学债券的话 你一定不要想到 说一个什么大的我才感兴趣 那么一点小的没什么用 对不对 鸡毛扇皮那个不要 那鸡毛扇皮的可不能不要 对不对 因为时间足够长的话 这个就分区高下来了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的话呢就是说 这个如果你管理的市值非常大 那么这个量是非常经能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变化波动的量非常经能 所以你必须要去追求他的这么 哪怕有点很小的收益 你必须要看重 对不对 我刚才讲到王亚伟 王亚伟的话 他的这个规模是六一分 六到七一分 但最近来讲的话 据说收回了两一分 对不对 那么只有五一分了 那原来是有七一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听说王亚伟要辞职了 要走了 那么整个华夏的 还有华夏的总经理对吧 有个范永鸿也辞职了 两个人都辞职了 那么华夏一应的就大面积的收回 为什么呢 这个品牌的看得到 但我再反过来可以讲 如果说王亚伟管理的不是六个亿 是六十个亿 或者是六百个亿 那你那不一定能够做到 你把一块钱做到十一块钱 为什么 全小好怎么样啊 全小就怎么样啊 好挑头对吧 全大了就不好挑头了 那全大了就没法挑头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卖的话 你要卖的话 假设你要换筹码的话 如果那个量太大的话 你一卖你把它砸下去了 对不对 如果小的话我卖点 你都知道了 对不对 或者是你不会影响这个价格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看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你分解一下的话 你就会看到 总利息的一部分 利息的利息的一部分 资本利得的一部分 总的是三千九百 三十这么多 那么时间越长 你会看到 利息的利息这一个非常大 你看一下 它超过了这一个总利息的部分 总利息是一千四 但是利息的利息是两千三百 四十六 这比它还要高 你看一下 这就可以看得到 在一个投资的走够时间长的话 我们一定要讨论它的这一个 下面我们看一个 总收益的敏感性分析 投资和期限二十年 票面利率百分之七 半年支付 价格是八百一十六 到期收益百分之九 但假定 再投资收益百分之六 半年是百分之三 好 这个地方你看得到 这跟我们原来的 这一边有一个大的变化 原来大的变化是什么 你有一个假设是什么 再投资收益率 跟到期收益率怎么样 这两个没有区分 都是百分之九 没问题了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再投资的收益率 是百分之六 那么到期收益率百分之九 这两个不一样的 那么利息的利息是会上升还是下降啊 你直观的告诉我 再投资的收益率 从原来的百分之九 变成百分之六 那你说利息的利息这一部分 是上升还是下降啊 下降肯定要下降 我原来是百分之九 再投资 但我现在的利息只有百分之六 再投资的部分只有百分之六 到期收益是百分之九 那么这个利息会下降 那么这样来讲 你可以看得到 对总收益的影响怎么样 我们把这个我们来算一算 如果说利息加上利息 等于这么多的话 那它等于多少 2639 那么这个你得到 利息的利息等于多少呢 利息的利息等于1239 那么你就会发现 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 利息的利息是小于利息本身 因为利息是没有变的 利息为什么没有变呢 第一二十年 第二个 票面利息是百分之七 没错吧 那我还是一千四 但是呢 原来的 原来的 这个利息的利息有两千多了 但是我现在利息的利息的话 只有1239 对不对 1239 只有1239 只有1239 只有1239的话 你会发现 这是什么特点呢 1239的话 那就意味着如果我把再投资收益率降到一个百分之六的话 那么你的利息的利息这一部分就要下降 资本利得还是不变 当然如果同学们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比重删出来 在总收益当中的话 把利息占总收益的比重删出来 把利息的利息的占总收益的比重 你也可以删出来 这样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它的这个什么 非常清楚的看到 它的这样的一个比重的变化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 那么全部利息是一千四五的 你可以看得到 利息的利息是1299 资本利得是这么多 总和是这么多 那我如果把它拿来散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看得到是一个Y等于7.6% 那么这个7.6%的话 是明显的小于到期收益率9%的 那么我们删一下它是7.6% 通过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看出来 所以说 这个来讲的话 对我们投资者来讲的话 你在脑子里面一定要这样一个概念 对不对 那么巴菲特的话 我只能是把20%的回报 但是我40几年如一二 那就不得了了 对吧 那实际上仅此一个人 那么还有 我删到美国的彼得林奇 对吧 那我说20%的回报 我也可以搞20%的回报 但是它只能搞15年 它就怎么样 收加益了 对吧 不搞了 当然还有这个王亚伟对吧 王亚伟是达到了60% 但是它只搞60 但它最后的去向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猜 王亚伟到哪里去 对吧 为什么王亚伟到哪里去很重要呢 因为 如果说我知道王亚伟到哪里去 我赶紧把这家的基金 现在就赶紧买到 对吧 等它去了 我赶紧把我的基金炒上去 那我不就赚了吗 所以 但是现在 到目前为止 谁都不知道王亚伟到哪里去 对吧 但还有一种可能 王亚伟就是怎么样 就从此以后退出江湖了 对吧 每天在家里睡觉 对吧 每天喝点茶 这也不是 这也是一种可能 但是究竟是哪一种可能 同学们也可以关注他 但是呢 但此能也是非同这个 也是非等一先之辈 对不对 他是1989年代 安徽省的里克江湾 对不对 安徽省的里克第一名 后来 对吧 考证清华大学是哪个系 我可能不知道是哪个系 对不对 所以也不是一个 也不是一个等一先之辈 对不对 所以他来夺一个冠军 你想基金那么多人的话 基金那么多人的话 你看国内来讲的话 你要把他六年从一块钱 变到这个十块钱的话 这是 这是非常难的 对吧 这是非常难的 但是后面来讲的话怎么样 那现在不知道 因为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嘛 第二个不知道他干不干这个事嘛 他干不干这个事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看得到 这一点来讲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 结论 我们看一下 我们讨论的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什么样的结论呢 如果持有到散环期的话 利力变化 对总收益的敏感性 就会更大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表面利率越高 散环期越长的话 如果持有到散环期 利力变化 对总收益的敏感性 就会更大 如果满足下面两个条件的话 如果表面利率越高 如果散环期越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在床提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出售 那么利力变化对总收益的敏感性 就会更大 如果表面利息率越低 散环期越长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散环期提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出售 那么利力变化对总收益的敏感性就会更大 假如说如果 表面利息率比较越低的话 如果散环期越长的话 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 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你要知道 那我这个说的什么意思呢 这对同学们是有帮助的 你们以后毕业了 你们要结婚对不对 你买房子找银行贷款 如果说你的贷款利息率比较高的话 我建议你们能够尽快 结的约对不对 省期兼容一点 然后就是说先还钱 就少旅游一点对吧 少上网一点对吧 少到这个 少去吃大餐对不对 然后尽快把这个钱还掉 但如果利息率比较低对不对 如果利息比较低 那么你可以这个散环期是可以 时间长一点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对不对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如果利息比较低的话 你可以实际的拖长一点 但如果你有本领的话 你说我把这个钱拿来 就是说我能够自己去投资 自己去投资的话 我赚的比银行的这个利息率还高的 贷款利息率还高的 这一部分那最好 如果你有这个本领那就最好 那就说我把这个赏还的时间拖长 然后我把这个钱拿来 你去投资 但是据我所知至少 我周边的老师没这个本领 包括会计系的 专门讲财务的教授 他告诉你们的理论是 一定要搞财务杠杆 对不对 是真的吗 可以是这个股东收益这大话 但实际上他买房子是什么 他拿着卡一次性的都付清了 找银行一分钱都不借 当然前提是他有钱 第二条 那我说那你要别人搞财务杠杆 那你自己怎么做了 为什么这么做了 他说他告诉我 你要搞一个投资 要超过百分之六以上 是不容易的 当然前提是炒股票 亏得一塌糊涂 对不对 所以就不干这个事了 就怎么样 就是说我领导就是说这个 我领导就是说把这个钱还掉 少付利息 少付利息相当于你在赚钱嘛 对不对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这个本领来 去投资超过一个长期的 二十年超过一个百分之六 这可能不行 他觉得这个还不容易的 那还不易早早地把它付掉 所以这个结论对同学们是有 启发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来讲我们是看到一个结论 那么到期收益率的问题的话 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 不是债券投资的好的一个指标 第二个 债投资的收益率 债券走活的到期收益率 那么还有一些是 债券走活的收益率 好 第三节我们要讨论一个 到期收益率曲线 或一个折现方程 为什么要研究到期收益率曲线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到期收益率曲线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研究的 第二个 到期收益率曲线 与折价方程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自助法 就是通过一个方法 来找到它的一个利息力 这样是一个方法 是一个自助法 那么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下 到期收益率曲线 它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到期收益率曲线 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到期收益曲线 那么到期收益曲线 表示的是正券收益率 与到期期线的关系 也被称为利利期线结构 那就是说到期收益率出现 表示的是正券的收益率 与到期期线的关系 也被称为利利期线结构 那不 这个话怎么讲呢 利利期线结构 是研究固定收益正券当中的 最重要的一个研究的课题 不是最重要的之一 在我看来可能这个话有点偏颇 但是呢 是最重要的这一个研究的领域 那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给固定收益正券机器 隐身工具来定价 包括期船 包括期货 包括远期 那么这一系列的话 都要知道利利期线结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还要不断地寻找套利利的机会 这也要知道利利期线结构 第三个 预测未来的极其利利 因为利利有很大的一个情况下 它是在变化 但是利利的这个变化不是没有规律的 我们是可以有合适的方法 来对它进行预测的 那么这个预测来讲的话 你一定要通过一个严格的这一个方法 但是我们要通过这一个预测 这个预测是什么呢 就是在预测一个利利期线结构 把它的这一个到期收益跟时间的关系 怎么样啊 我把它列出来 那你一模了然的看得到 这个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的话 我会没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什么样啊 金融工程的这一个事情 我们就没法做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家我们可以看到 好 咱们先休息一下 好不好